今天做一道家人菜,蚝油菜心,到底在家怎么做,才能像饭店一样,颜色翠绿,好吃又下饭呢? 首先,菜心清洗干净,去掉老根备用 起锅烧油,油热下入蒜末,半勺蚝油,少许酱油,炒香加入半碗清水 盐鸡精白糖,咱们这个盐一定要少放 家人们,小龙教做家人菜也有一年了 如果您喜欢了其中一道菜,今天求求大家帮小龙点一个小红心 让小龙也上一次这门,点一个,点一个呗 感谢家人们支持 最后水淀粉勾芡 熬至汤汁粘稠关火 接下来起锅烧水 锅中水开,加入少许食用盐 一丢丢食用油 家人们,咱们加盐加油,这样使焯出来的菜心更加脆绿 营养成分不容易流失 如果您有缘点进这个视频,一定帮我留一个关注 这样您有什么菜不会做的时候就可以找到我了 接下来咱们下入菜心 焯烫40秒后捞出 浇上熬好的料汁 你学废了吗 最后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,说不定还真有点用 得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